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晴 早前在社交网站 转座有警员个人资料的贴文 被指违反高等法院禁制令 他承认民事藐视法庭 判监28日 换营一年 梁家义报道 郑丽晴听判决之后 在民主党党友陪同之下离开法院 多谢法官接纳我的道歉 也都大家知道我们现在 多谢大家关心 我们见到是相比起其他的兄弟姐妹 其他的手足 我这个案件可以说是 微不足道松一口气 大家加油 他今年3月在社交网站 转发一则贴文 再有怀疑射商印尼记者的警员姓名等 郑丽晴被指违反高院去年发出 禁止将警员起底的禁制令 他承认民事藐视法庭 律政司一方说 被告去年曾经在电话接收和传送 有关禁制令的连结 但事后说转发贴文的时候 没有察觉有禁制令 说法站不住脚 不诚实 又说被告担任重要公职 他的行为树立坏仿 代表郑丽晴的资深大律师李柱明说 郑丽晴知道有禁制令 但事发的时候他忘记了 当他一知道可能违反命令 已经即时删除贴文 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忘记了 而惩罚他 郑丽晴愿意承担全责 并向法庭、涉事警员和他的家人 真诚道歉 法官高浩文判刑时说 法治的基础是所有人都遵守法庭命令 这个不是指引而是要求 不会因为个人政见不同而有变 他说起底本身是不良做法 也都可能够成罪行 量刑起点是即时监禁 可能是以月计 但考虑到被告只是转发 相信他当时是忘记了有禁制令 事后都很快删除了贴文 并且真诚道歉 品格良好 换酬28日换营一年 法官在宣读判决之后特别提到 虽然每一宗案件的情况都不同 但如果日后有人违反 禁止将警员起底的禁制令 量刑起点很可能会是以月计的即时监禁 有线电视记者梁嘉宜报道